夹起一张普通的白纸点燃它 可以看到白纸在缓慢燃烧的同时 还留下了黑乎乎的灰烬 同样的手法再点燃另一张纸 可以看到这次的纸不仅燃烧速度极快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残渣 两次燃烧实验对比如此明显 这张特殊的纸是如何做到这么炫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火焰玫瑰的魔术 一个点燃的火把 魔术师大手一挥 手中的火把就瞬间消失 变成了红色的玫瑰 其实驾驭这个浴火术 只需要一张纸就能完成 可以看到魔术师在准备阶段 就是在火把的顶端 缠上了一张特殊的纸 这个纸其实就是视频开头能急速燃烧的纸 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燃烧 且不会留下灰烬 所以这个魔术才能看起来如此丝滑 而这张能凭空燃烧的纸 就是普通纸 通过消化的方式得来的 现在通风处让浓硫酸与硝酸钾混合 生成含有硫酸与硝酸的溶液 然后再将纸张进入到混合溶液中 此时纸巾中的纤维素会与酸反应 生成消化纤维素和水 纸巾燃烧留下的残渣 本质上就是其内部的植物纤维素在燃烧后的残留物 而消化纤维素 浴火则是生成二氧化碳 氮气和水蒸气等 都是气体 自然也就不会有灰烬了 此外 硝酸中的硝基是活性集团 它的存在可以让纸张快速爆燃 整其反应 使用速度瞬间扩大 从而实现凭空燃烧的效果 所以这种消化过的纸又被称为闪光纸 深得魔术师的喜爱 然而如果把纸变成棉花 再提高混合溶液中消的含量 这个魔术道具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炮弹的发射药了 不得不说化学反应真的很神奇 棉花也能爆改成火药了 炮弹的发射药通常是指装在枪炮弹糖内 用以发射弹丸的火药 在点燃后不爆炸 仅通过爆燃就能迅速产生高热气体 这股气压能使弹头在不破坏糖壁的情况下 以一定速度发射出去 是不是与闪光纸的特性很像 但消化棉的燃爆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可以看到 画面中的火棉在接触到火苗的瞬间就完成了燃烧 这很容易在子弹发射出炮筒之前就发生爆炸 所以科学家们又在此基础上 用纯迷混合溶剂处理并碾压成型 最终就得到了化学性质相对稳定的 无烟消化棉发射药 各种侧后 键